我们到后谷来是要骨子里后极量涌出一股热气 就是我应该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 我应该为保持传承 中华文明最精华的东西感到骄傲 这是直接通神的东西 而且我跟大家说呢 我们不是为了保持传统文化而保持它 是吧 如果那么做的话 我们建个博物馆就行了 把它供在那是不是 我们保持它的原因是 我们发现几千年前中国圣贤们认识到的东西 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到现在还有用 而如果我们把它抛弃的话 我们就成了西方的医疗 医药集团医疗器械集团的 案板上摆的那个肉 就任人宰割 我们后部传达理念是 中国人跟疾病的抗争 对疾病的认识 对微生物的认识 以及跟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 气的认识 我们几千年前就有了理论 就有了应对的方法 我没有发明显微镜放大镜去看到微生物 但是我们知道它存在 这话不假吧 我们不是装傻吧 是不是 凡体字风里面应该是有个虫子的吧 是不是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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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